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开始深入学习 对了 关于这次讲座 我们还有很多相关的参考资料 请登陆奇妙真相网站 在线视频 音频 讲章和信仰问答中 有很多可以作为辅助教材 查一下今天的主题 千禧年和天国 比如圣经预言系列视频的第五集 就是太平千禧年 当然还有其他内容 现在我们要尽可能加速 争取把启示录最后三章的概述 全部讲完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目标 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这条大龙或骨蛇是谁 还有疑问吗 至少在这里用不着猜吧 把他捆绑一千年 有人想了 为什么只有一千年 为什么不是永远 天使把魔鬼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赏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大家总觉得 应该再多关些日子 可经上说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暂时是指一小段时间 要想深入研究这些 需要先整理清楚几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千禧年 起点是什么 千禧年在哪里 为什么刚好是整整一千年 我会尽可能逐一解释这些问题 先来看千禧年一词 英语叫莫莱尼姆 圣经原本没有这个单词 它本身源于希腊文 启示录二十章正文中 所读到的是希腊文 而拉丁文是两个词 莫莱 艾努姆 意思是一千年的时间 有些教会并不同意 这里是指实际的一千年 另外发明了一套教义 解释这些经文 基督徒对此仍有很多疑惑 有人可能听说过 艰难后 艰难中 艰难前 以前听说过这些名词吗 这是对耶稣何时再临的不同理解 我们相信是在末时 大艰难之后 千禧年开始之时 有人以为是在大艰难当中 或者之前 但大部分教会都同意 再临是在千禧年的起点 还有人好奇 这一千年中我们 在哪里和基督一同做王 还是先来找找千禧年的起点 启示录二十章的 一同做王一千年 从何时开始 用不着拐弯抹角 圣经说得很清楚 千禧年的开始 是在众圣徒复活 和耶稣再临的时候 铁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六节 描述了主再来时的一幕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注意 不是所有死了的人 而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 首先复活 既然提到了必先复活 说明什么呢 还会有第二次复活 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义人 都先复活了 谁会被剩下等待第二次复活 不义的人或者叫恶者失丧者 此刻全世界一共有四种人 每一个人都是马上要列举的 这四类人之一 活着的义人和活着的恶人 在基督里死了的义人和死在最终的恶人 这一刻有关千禧年的研究中会涉及到所有的四类人 任何人都有自己对应的位置 因此分别有两次复活 得救的人会生到天国 包括在基督里死了的义人 和耶稣来时仍活着的圣徒 他们的身体会得着荣耀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 到那时我们要改变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耶稣再临时 人活着的得熟的百姓 已得了荣耀的身体 与在基督里睡去又复活的义人 和基督一起离开地球 注意这点非常重要 耶稣再来之后我们要去哪里 上去 我们要在哪里度过一千年 是在地上和基督一同做亡吗 通常对此有两种观点 敬前的基督徒中也有分歧 但真理是唯一的 很多基督徒以为 耶稣会在七年小江南结束时再临 但圣经从没有提过 他们相信主会在地球 和一人一同做亡 管理恶人一千年的时间 想象这幅奇怪的情景 一人得荣耀的身体不会衰老患病或死亡 但恶者的身体并没有变化 照样嫁去征战犯罪 死亡 出生 那一千年间新出生的婴儿 有没有机会得到救恩 一人 以不朽坏的身体在地上统治恶人 那么一人当中谁会有这样的兴趣 愿意花一千年去统治注定失丧的人 非常奇怪的教义 但并不是新教先驱的教导 仔细思考 有几个理由完全能证明得救的百姓 不会是在地上度过千禧年 第一点 耶稣再来时我们要去什么方向 耶稣说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在基督里睡去的人会被带上去 一切都显明主来时 我们会向上到他预备的地方去 我们上去 经上说一同作王 使人们 使人们非常困惑 心里想什么意思 是要作王统治恶者吗 我们统治谁 我好像又抄前了 过一会儿再讲这个 因此 耶稣的第二次到来 和头一次的复活 标志着千禧年 正式开始 一千年开始 在主里睡去的人复活 我们得到得了荣耀的身体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撒旦被捆绑在哪里 经上的无底坑 是什么地方 又有很多人对此大惑不解 启示录二十章出现的无底坑 希腊原文中是阿布索斯 如果执意的意思是深渊或深坑 有人称马里亚纳海沟为深渊 因为它的深度达一万一千多米 各种很深的峡谷 可能被称为万丈深渊 圣经的翻译者们 雅各王时期的翻译人员 在翻译这里时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想创新 没有用深渊 而是用了全新的翻译无底坑 其实新约圣经中 其他地方出现过深渊 或称之为深坑 给大家举个例子 打开圣经 路加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鬼就要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深渊里去 新国际版和新雅各王版圣经中 在路加福音都以深渊替换了深 但和启示录中的无底坑 是同一个单词 怎可能真有一个坑深到没有底呢 有人说肯定是把撒旦扔到宇宙隧道的虫洞 或者是黑洞 从美国穿透地层就到中国了 对吗 因此无底坑只是个奇怪的翻译 让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撒旦被捆绑的深渊是什么 经上说 是坑 圣经谈到坑有时指坟墓 有时坑也指世界 不妨查看几节经文 请和我一起打开 圣经 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三节 主再来之后 我们被提上升 剩下的那些恶者将会怎样 会被灭绝 启示录中描述的大地震之后 地球看起来像什么 咱们之前已经学过 大地震吞灭一切众山和海岛 整个地球表面看起来就像 决战后的战场 一片狼藉 耶利米书四章 从第二十三节开始 我观看地 不料地是空虚混沌 注意空虚混沌 就是没有任何形状和实体 想到了什么 创世纪一章对吗 上帝创世 继续再读 你会发现作者绝不是在讲创世 而是瞻望未来 并不是回顾 我观看地 不料地是空虚混沌 我观看天 天也无光 我观看大山 不料劲都震动 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我观看不料无人 空中的飞鸟也都躲避 一切都曾真实的存在过 但又消失了 记得上一章最后提到的 飞鸟的盛宴吗 地上最后存活的是什么 吃腐肉的飞鸟都吃饱了 飞鸟也都躲避 耶利米看到了 将来最黑暗荒芜的时刻 我观看不料肥田变为荒地 一切诚意都被拆毁 城市被拆毁 肯定不是创世纪中的创造 而是一场巨大劫难之后的残景 为什么 什么原因 在耶和华面前 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 主的再临 因此地球变成了深渊 变成了大坑 变成了黑暗的 捆绑撒旦的空虚混沌的所在 因为一切的恶者都已经死了 魔鬼找不到可欺骗或操纵的对象 所有的义人都去了天国 曾经死去的和活着的义人都上去了 撒旦这个工作狂 在整整一千年中 无所事事 他被捆绑在地球 无人可骗 无人可操纵 知道对工作狂来说 最残酷的惩罚是什么吗 无事可做 世上还有谁会比魔鬼更加 不遗余力地到处做工 撒旦被上帝的烈怒扔到地上 他遍地游行 如同吼叫的狮子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四处寻回 伺机而动 他被骄傲驱使 因而焦躁不安 但此时一千年的光阴 他必须直视自己的叛逆 造成的恶果 魂绑他的无底坑 就是一片狼藉的地球 毫无秩序 空虚混沌 诗篇五十五章二十三节 上帝啊 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 还有新约圣经犹大书第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 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撒旦被铁链捆绑对吗 后面接着说 他还要等候大日的审判 撒旦被客观环境的铁链捆绑 常听人说 我很想帮忙可惜束手无策 并不是真的手被绑住 而是环境限制 撒旦被绑 是被客观条件捆绑 不是用锁链 谁能用锁链锁住幽灵 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天使束缚住撒旦 是利用客观环境 那么在一千年中 地球的环境是怎样的状态 再看看另外一节经文 之所以要强调当时世界上 一片荒芜的情景 我还得先谈谈另一个问题 有很多亲爱的朋友 有人昨天还和我说 他们看了末日迷宗系列 深信秘密被提论 按照提姆·雷哈耶的剧本 末日迷宗的情节 地球上从没有任何时代 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 电影描述的是 世界上总会有活着的人 这和刚读过的经文完全不符 可有人却相信地球上 总有人类活动 先知从没有那样说过 先知预言 有一段时期 地上一片荒凉 无人居住 诚意尽都毁坏 没有一个活人 因此末日迷宗等电影或小说 根本不符合圣经 再读几处经文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三节 到那日 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 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 必无人哀哭 不得收敛 不得藏埋 必在地上成为粪土 这正是启示录十九章中描述的 飞鸟的盛宴 为什么无人哀哭 无人掩埋 因为没有一个活人 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三节 地必全然空虚 尽都荒凉 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 将来有一天地球会天翻地覆 一片空虚 无人居住 哦 关于一千年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历代之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 经上说 这就应验耶和华 借耶利弥口所说的话 地享受安息 因为地土 注意荒凉 经上说的是 地土会荒凉 因为地土荒凉 便受安息 按犹太人的律法 六年中耕种田地 收藏土产 但第七年要叫地歇息 不耕不种 让地自养 犹太人 应该让地安息 历史上好像 没有任何记载 表明犹太人信守 或遵行 这条律法 上帝说 既然你不主动 让地土守安息 我只好帮忙 把你们送去巴比伦 让土地荒凉 无人耕种 让地得到安息 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按照圣经 人在地球上生活了 人类历史 大约有六千年 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证明历史 超过这个长度 要是属生物年轮 地球的寿命 至今大约刚好 接近六千年 不确定哪一天 但累加圣经家谱推算 基督已经 播撒福音的种子 六千年旧约中 有他的教会 新约也有他的教会 贯穿历史 他一直在拯救百姓 但在启示录中 他也要带着镰刀 来地上收割 不是吗 那时我们会被主 带离地球 地上便荒凉 刚好守够一千年的安息 世界一片荒芜 没有活人居住 地便守了安息 我们和上帝一起 在天家中守安息 我们在天上的教会 离开地上的居所 返回上帝的家 经文解释的 清清楚楚 一人不会在地上渡过千禧年 不会做同管恶人的王 我们要在天上与主同住 我们要管理整个宇宙 上帝会把宇宙的都城迁移到 新耶路撒冷 马上就会讲到那儿 好吧 地上会荒凉空虚都清楚了吗 圣徒们会做什么 已经讲过一点 启示录 第二十章四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圣徒和基督一同坐网审判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要不应该审判恶者吗 仔细想想 当主再临时 活着的恶人都会被他 再临的荣光杀灭 对吗 案子已经成为定局 并不需要你我去判决 孰生孰死 那是谁的工作 只有上帝自己 但案子终结并不只是说 坏人坏人坏人好 你灭亡你得救 你灭亡你得救 当主再临时 他回到这个世界 死中复活和仍活着的一人 显然已得了救恩 收获了荣耀的身体 活着的恶者 被主公义的光芒消灭 留在地上 他们失丧了 只能留在坟墓中 等候受罚的复活 得救或灭亡 都已经成为定局 上帝难道需要靠人帮忙 整理卷宗审判 才能知道答案吗 他是否无所不知 所有已经判定的案子 上帝不会说 有个坏消息 我以前没发现这件事 你为什么没有坦白 你不能留在天国 上帝会不会翻着册子 突然喊 昨晚希望频道 播了一条新闻 一个人被关在监狱四年 结果证明他完全无辜 四年牢狱生涯 然后才证实是冤假错案 上帝会犯这样的错误吗 不会 在加州和其他一些地方 虽然可以宣判死刑 但人们很害怕施行死刑 坦白讲 有可能走了另一个极端 但人们担心误判死刑 可能会错杀好人 在人确实有这种风险 但上帝不会犯这类食物 对吗 千禧年中 圣徒参与的审判 并非判决谁得救谁失丧 而是说 圣徒会对审判 有很多的疑问和困惑 我听过一位讲道人 曾经这样解释 到天国时 你将会有三大经 第一个是惊喜 我居然在天国 我真的来了 第二个是惊讶 游览中你看见 你认为绝不可能 到天国的人也在那里 第三个是惊奇 你可能到处张望 教会的首席执事在哪 他没来吗 他的灵性一直都特别好啊 我绝不是指咱们的执事 总得有人当靶子 你们总不能指望 我拿牧师举例子吧 是吗 他走到哪都随神带着圣经 看上去特别敬虔 特别善良 可他怎么 我还以为他会当领队 他在哪 天使回答 跟我来 我带你到另一个房间 按下按钮 放了另一段视频 是执事自以为 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的秘密 耶稣说你们在暗中的秘密 将在房顶上被攻诸于天下 哦 原来是这样 真不敢相信 你会明白 上帝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想帮助他得着救恩 还有很多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怎样 反正光是我的问题 就足够上帝回答一千年了 假如 但愿不是事实 假如你深爱的人 也许是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姐妹 没到天国 你以为他们是基督徒 上帝会希望你在永恒当中 怀有任何一丁点的疑虑吗 天使会说 跟我来 你会看到 一段全息视频 天国的影像都是三维的 主尝试了所有的方法 迫不及待的 想拯救你爱的人 他却不接受 耶稣是不是已经尽了一切努力 为怨人人得救 他为怨人人悔改 可惜他们拒绝了主 你会明白真相 因此 千禧年中的审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我们评估上帝的作为 但不是帮主断案子 而是为理解上帝 并且完全地信靠他 再读几节经文 格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 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为你们所审 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是审判善天使还是恶天使 我们会宣布上帝将撒旦 及其恶天使投入硫磺火壶 完全公义 格林多前书四章五节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审判什么时候开始 等到主来之后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刚才刚刚讨论过这个问题 失丧的人们 自以为隐藏在心底的秘密 总有一天会被显露出来 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着称赞 我们都会赞美上帝的良善 经文是不是非常清楚 耶稣曾经对使徒说 到复兴的时候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并不是让他们审判恶者 以色列各支派是指得赎的百姓 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古以色列的适师审判时 并不会只是随口说 有罪无罪有罪无罪 我们夸某人判断力不错 是指什么 指他一天到晚 转一圈就说有罪无罪 有罪无罪 不 那是指他会评估有理解力 以色列的事实就是要 教导以色列百姓走上帝的路 事实就是审判官 底巴拉贝称为审判官 但他从没断过一个案子 而是一位精神领袖 因此经上说 我们要审判是指向其他未堕落的世界 证实上帝的良善 他的公义 他如何广施拯救 并让人了解他的品格 还有在启示录十五章四节 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天上的一千年当中 彰显主之审判的公义 好吧 那么一千年的时间结束时 会发生什么事 撒旦和他的恶天使 被捆绑在荒凉的地球或深渊 众圣徒在天国审判 千年结束的标志是什么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现在离开启示录二十章 进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大家知道 圣经常常是跳跃式 一百八十度掉头转回来 再继续往前走 因此并非完全按照顺序 我约翰 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新耶路撒冷住着的是 被赎回的百姓 因此叫新耶路撒冷 很惊讶有人说圣经是神话 谁能信呢 要是我说 美国宇航局正在到太空城 人们都相信 没人怀疑航天局 建了宇宙空间站 还要再建太空小镇 或太空城市 大家都相信 对吗 可为什么却怀疑上帝的能力 他当然可以 越多的研究科学 越会觉得上帝完全能做到 新耶路撒冷降下 以赛亚书65章18节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这里绝不是旧耶路撒冷 旧耶路撒冷简直是自相矛盾 因为耶路撒冷的意思是 撒冷指和平 和平之城 可它却是地球上最饱受战火的城市 也是全世界地盘之争最激烈的地方 甚至征战至今 当然他们也在和谈 谈判的内容是如何分割 耶路撒冷或其他事项 一边东耶路撒冷 一边西耶路撒冷 一边是巴勒斯坦 一边是以色列 为了争夺圣城 城中建筑物的墙上 到处被子弹 射得千疮百孔 和平之城 笑话不是吗 所以不是指旧耶路撒冷 而是崭新的耶路撒冷 否则不知道大家如何 我不喜欢住城市 除非是上帝之城 为什么说城市不好 因为世上的人 心肠刚硬 不肯悔改 即使我们总在谈 人道主义 人性本善 似乎善良 与生俱来 不是那么回事 人心都自私败坏到极处 唯有上帝的恩典 赐下良善 既然城市是浓缩版的 罪人聚集的地方 自然也有浓缩版的罪恶 因此才会有更多的犯罪 更多的麻烦 更多的征战 更多的污染等等难题 其实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剩 不过新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 已经被洁净 并且得了救恩 心中满满都是爱 在那里没有人想要逃跑远离 向罗德逃离索多玛 而是所有人都希望涌入 圣城是美丽的瑰宝 从天而来的瑰宝 罪恶之城倾倒之前 我只是口头举几个例子 还有很多章节可查 所以希望大家去网站学习 奇妙真相网站 圣城降下之前 接触地面之前 地上黑暗混沌 记得吗 耶稣再来时 日头变黑 众星从天坠落 天象书卷被卷起来 地球陷在幽暗之中 撒旦被捆绑于地上 他和恶天使 一千年中只能在地上徘徊往复 耶稣降下圣城 他离开天庭 来到地上 他第一个踏上地球的土地 双脚所踏 正是他当年离开的地方 耶稣升天之前 最后所在之处是哪里 橄榄山上 他在那里预言自己将要 再临橄榄山上 克西玛尼远 他滴血如汉被出卖 橄榄山上 大卫痛哭着逃离耶路撒冷 在那里耶稣升天去预备 新耶路撒冷 现在主又一次踏在橄榄山上 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经上说 那日他的脚 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 朝东的橄榄山上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 自东至西 成为极大的谷 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相当于差不多六百多公里 上帝降下了新耶路撒冷 其实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晴空万里的一天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新耶路撒冷坐落在什么地方 正是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 及其后裔的土地 他们当年有没有到达应许之地 到了 经上说亚伯拉罕蒙诏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因为他渴望有根基的城 渴望住在应许之地 而应许之地是百姓 能够到达的领域 新耶路撒冷包括赐给大卫王 和所罗门的全部疆土 好 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当耶稣的双脚踏上地面的同时 他将会唤起第二次的复活 回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五节 头一次复活 是指一人其余的死人 第一次复活睡在基督里的人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什么意思 做个最简单的简法 头一次复活的是在基督里睡去的人 死去的恶人何时复活 千禧年结束时 一千年的末了 基督第三次归来 他会让恶者复活 不知道确切情形会怎样 总之他会让所有的恶人复行 从杀死自己弟弟的肝影开始 直到他再临时 最后一个死去的罪人 全都会从坟墓中复活 那么大多数人在哪儿 在圣城里 还是圣城之外 历代以来 所有曾经活过的恶人肯定有几十亿 圣经以西节书描述 他们如密云遮盖地面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我并不是要断案 但很可能人群中会有鲁道夫希特勒 有一回提到他 有人抗议 不该对他下定论 饶了我吧 他肯定不能得救 我不是审判官 但这案子太明显了 可能有拿破仑 虽然他后来也谈耶稣 酗酒而死的亚历山大大帝 总之肯定有 身居高位的领袖 圣经说有很多地上的君王 陈仔将军 父户等等 各种身份显赫的人物在城外 所有曾经活过却失丧的人 无论贫富都复活了 他们要聚集征战 对了 这次是耶稣谈到的定罪的复活 他们被称为哥哥和马哥 这是下一幕的事件 撒旦将孤注一掷 为什么说一千年结束后 撒旦会暂时被释放 千年之初捆绑撒旦的 是因为地上无人可骗 无人可操纵 他没有施行叛乱的舞台 地上只剩下他和堕落的天使 谁能想象一千年中撒旦有多痛苦 被迫修了一千年的价 无所事事 撒旦欺骗了三分之一的天使 跟着我 我有比上帝更好的计划 相信我 你也能参与管理 你将是我的新内阁成员 我们一起掌管宇宙 我会成为上帝 他鼓吹这些 整整一千年当中 被骗的天使 愤怒地到处追赶撒旦 揪着他说 这就是你的大计划 这就是你许诺的更好的生命 你还打算管理整个宇宙 你还想成为上帝 想一想 他们的命运真的很可悲 一千年反思 撒旦说 我要建更好的政权 跟着我一切会更好 可追随者们 环顾满目疮痍 哀红遍野 才明白 自私的结果 只有彻底的毁灭 只有看到撒旦管辖的恶果 罪才能永远不再出现 地球在一千年中完全由撒旦掌控 他可以随心所欲建设自己的王国 可结果如何 有人想 假如撒旦悔改了呢 常听到这样的提问 上帝如此怜悯 他赦免了各种各样的罪人 玛拿西杀了亲生骨肉 当他悔改后 上帝都赦免了 他还杀了先知 以赛亚上帝也赦免了 上帝多么怜悯 假如撒旦悔改 或堕落的天使悔改 难道上帝会不原谅他们 答案是 上帝会 但他们不会 也做不到 若无圣灵相助 没人能悔改 可他们让圣灵忧伤离开 问题不是上帝不愿意 或没有足够的宽恕 而是他们早已 执意放弃得救的资格 撒旦的心刚硬至极 根本没有给旧叔留下一丁点空间 只是上帝仍然要向魏多罗的宇宙显明最的真相 撒旦有整整一千年的时间在地上反思自己的恶行 有时家里的孩子犯了错 父母说 够了 去罚站反省 孩子都明白是让自己到墙角罚站 或到教室外面罚站或去老师的办公室 撒旦 有一千年的罚站反思 他会后悔吗 会懊悔吗 会认错吗 可能孩子罚站时会想 我不该那样说 不应该 爪妹妹的头发 反思之后 要去道歉 撒旦绝不会 所有恶者刚从坟墓中复活 他立刻又开始实施欺骗的伎俩 他绝不会悔改 他完全无可救药的继续反叛上帝 完全被怒火控制 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对上帝的怨恨 还有骄傲 哪怕只有稍纵济世的机会 有听众可以认他愚弄 或继续伤害上帝 他都不遗余力 他试图召集所有曾活着的 失丧了的恶者 圣经称这一大群人为哥哥和马哥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听到过一些很好笑的说法 但我真的不是想有意嘲笑 只是总有人想把启示录中的名字和头衔 应用到真实的历史 启示录中谈到的龙 大家是否都明白 并不是真的有一条大龙飞上飞下 还长着七头十脚 圣经中的专属名词都是属灵的 启示录中提到耶喜别 又提到巴兰 只是引用两个旧约的圣经人物 来借制其他某些人的品格特征 对吗 可有些圣经学者猜测 哥哥和马哥这些远古的部落住在哪 他们一定是 其实是推测 也许是米社 就是莫斯科 而马哥肯定是俄罗斯或中国 听上去像是说 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和中国的蒙古人 将来会进攻以色列 坦白讲如果不是这想法太令人难过 他可真是笑话 想了解谁是哥哥和马哥 不妨读一下引习结书 三十八章 主耶和华如此说 罗斯 米社 土巴的王哥哥呀 我与你为敌 他们都是谁 再往回看看各部落的分布创世纪 十章二节 亚福的儿子是 哥密 马哥 马代 亚丸 土巴 米社 提拉 这些都是到最终世世代代 与上帝的百姓为敌的部落 他们是哥哥和马哥及其后裔的部落 他们始终以上帝为主要敌人 马哥简单来讲就是来自哥哥的阵队 或从哥哥出来的哥哥和来自哥哥的后裔 也就是马哥 巴比伦和巴比伦的众女儿 巴比伦的后裔就是这样 经上提到基督和基督的后裔 最终也有哥哥和哥哥的后裔 马哥 其实就是指撒旦和他的后裔 因此 这是历代以来所有的失丧者是一种象征符号 大家可以接受吗 所以用不着非要在地图上标注地址 他们如密云遮盖地面 不能从历史上去找 从创世纪一下子蹦到末时 几千年后远古部落重现 再向以色列出兵 抱歉 我并不是要 居高临下 议论他人信仰只是很遗憾 现在马上要进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撒旦会怎样做 谁的队伍人数更多 撒旦的 对吗 所有活过的几十亿恶人 撒旦要煽动他们 他们看到新耶路撒冷落地 圣城所落之处灰尘四起 圣城的根基是十二块华美的石头 有些可能和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相同 光芒闪耀灿烂无比 随后看到历朝历代 所有得熟的百姓都从高大的城墙向下掌握 还有 所有的善天使也在城中 上帝也在城中 也就是包括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 耶稣上升至圣城之巅 众目都能看到他 撒旦说 咱们比城里的人多 他竟愚蠢地以为靠着人数多就能获胜 通篇的圣经历史 上帝说我并不需要人多 对吗 只要百姓是信实的 上帝完全可以帮他们以少胜多 撒旦说 我们这边人多还知道如何造核武器 那里有很多核武器专家 抱歉 不是说所有专家都在那 但很可能有一部分 对吗 撒旦的阵营有 比如拿破仑 亚历山大大帝 很多大将军 全部现代化科技 我不知道持续多久 按圣经时间不长 总之最终他们竭力造了一些武器 准备向上帝的圣城发动进攻 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过程 因为他很快要消灭城外 所有的生命 城内的百姓一定认识一部分城外的人 甚至如前面讲过的 有些可能是亲戚或朋友 上帝要让撒旦和他所有的追随者充分暴露 他们已经毫无悔改的希望 即使在复活之后 他们仍然机械地听从撒旦的蛊惑而背叛上帝 上帝已经再无其他选择 他们竟然锻造种种武器 竟然想发动袭击攻打圣城 竟然要以武力夺取圣城 以为我们人多 告诉大家 没有任何一个人 比撒旦的蛊惑更煽动人心 他熟悉如何让人发狂 希特勒也是演讲家 撒旦会左右人群 他可以催眠 人一辈子如同着了魔道 即使从坟墓复活后 仍然本能地跟着魔鬼 不知道他们当时的身体 反正不是得了荣耀的身体 但上帝修复了他们的尸体 他们能够思想和行动 最终 他们竟还是要攻击上帝的圣城 就在战斗马上打响的时刻 耶稣坐在宝座之上 升到圣城上空 讲到这儿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真人真事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飞鞭万史拉波兰多夫男爵 飞鞭万史拉波兰多夫男爵 飞鞭男爵 史拉波兰多夫太难念了 飞鞭男爵 出生于大约一九零零年 德国人 从他的名字不难判断 他是位律师 非常聪明 在德国军队晋升得很快 但他也很快意识到 希特勒是个疯子 于是他加入反战组织 参与了一项刺杀计划 目标希特勒 他们在希特勒的飞机上 装了一枚炸弹 可惜炸弹失效没有爆炸 最终追查到他 他于一九四三年被捕 一九四五年被宣判 二战已接近尾声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 他被带上 德军法庭最终宣判 他的叛国罪罪名成立 即刻押赴刑场枪决 就在他即将被押送出 法庭的大门 准备出发去刑场 突然之间响起了空袭警报 人们都还没来得及逃跑 整个法庭 当时他和押解的士兵 还没走出大门 一颗炸弹正炸在法庭正中 所有参与审判难决的人 所有宣判他有罪的人 包括押解他的士兵 所有人都被炸死了 除了他 他竟毫发无伤 他从废墟中站起来 胆掉身上的尘土 心想我自由了 他逃跑了 躲了一段时间又被抓住 但战争已经临近结束 他最后在战俘营中幸存 不仅如此 他不仅在战争中幸免于难 并且后来成为德国一位 备受人尊重的法官 他曾经被宣判为有罪 即将被处以死刑 但在最后一刻案件逆转 他逃脱了 然后反身成为法官 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 他被世界宣判为有罪 世人审判他 并判处他死刑 但基督 还记得他对大祭司 该亚法说什么 现在你定我有罪 他说 但总有一天案子会重审 你会看到人子 带着权柄回来 当尼路宣布保罗有罪 并且要砍头使保罗怎样说 他说 我深知我信的是谁 我毫无疑虑地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他 我打了美好的仗 跑了当跑的路 持守了信仰 总有一天公义审判的主不是尼路 必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很多上帝的百姓被不公义地判为有罪 但总会有沉冤得雪翻案的一天 我们要坐在陪审团的席位 现在基督坐在宝座 整个案件已经完全逆转 按圣经的描述 这是白色大宝座上的审判 耶稣高坐在宝座之上 所有的视线都聚焦到他 注意 上帝能不能一瞬间拯救一千个人 我是说 用不着耐着性子 排队等着得救 就像有时拿着车票 排着长龙 挤公交车那样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不会那么繁琐 上帝完全能在瞬间审判千百万人 每个人的生平种种 都会在他面前掠过 每个人都会看到 上帝如何一次次给自己机会 和新的亮光 希望人能降服 抓住救恩 得蒙 救赎 天上将会显现出 完整的立体画面 每个人都能看到并理解 曾离自己近在咫尺的救恩计划 这时才明白 上帝一直在拯救 我们有无数次机会 却一再拒绝或担言 直到再无机会 此时此刻 如圣经宣告 一切生灵无不屈膝 菲利比书二章十节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上帝 直到这时 可怕的罪的实验终于结束 撒旦自己也屈膝跪拜 包括一切生灵 注意我们都将在那天重逢 都将出现在那一副场景 或者是在城里 和善天使 还有圣父圣子圣灵同住 或者在圣城之外 与撒旦和堕落的天使 所有失丧者 但每个人都会在那一天重逢 我希望在城里 你们呢朋友们 我们还没讲完呢 在此之后 撒旦无视公义的宣判 发疯般再次高呼 冲啊 所有矛头都转向他 众人喊 都是你害的倒戈相向 以希杰说 谈到路西斧的堕落 经上说 那些曾崇拜你 曾以你马首是瞻的人 将拔刀砍你 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 烧灭你 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 变为灰烬 你将被投入深坑 上帝使火从天降下 烧灭一切失丧的生命 渐渐融为火海火湖 人人都按个人所行的 得到报应 可能犯罪多的 被火焰烧的时间更长 犯罪轻的时间短些 总之圣经说 火从天降下 这是第二次的死 绝非在永恒的时光 一直燃烧 个人都按各自所行的 得报应 这是永恒的死亡 永恒的刑法 再无更改的判决 没有假释 他们最后的意识可能是 我们竟拒绝了上帝 我们竟与上帝隔绝 这是何等的痛苦 这是哀哭切齿的黑暗 这是永火 这是绝望 我不想继续描述那幅画面 可令人担忧的是 为什么有人甘愿转离 耶稣和上帝之城 放弃上帝预备的一切 却选择火壶 耶稣已经去为我们 预备美好的住处 恶者终将得到应有的刑法 但在新耶路撒冷城外 火焰不会永远的焚烧 一千年结束的时候 火会从天降下 并最终烧灭一切 一切的罪都将终结于火壶 撒旦和恶天使被扔入其中 撒旦是灵 可能飘着不愿进去 其他天使把他扔进去 魔鬼和所有的恶天使 都被扔进火壶 谁会被焚烧得最久 经上说魔鬼 必昼夜受痛苦 永永远远 他应该受刑最久 但即使他也会被烧灭 以西节书 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 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 应该是二十八章 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 直到永远 若魔鬼终将被烧灭 难道你不庆幸吗 谁希望魔鬼被关进保密监狱 但永远活着受刑 随时可能逃跑 谁喜欢观赏 圣城之外的恶者被焚烧 永永远远 不 上帝要重造新耶路撒冷 是新的起点 恶者已经变为灰烬 在我们脚下 经上很清楚 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什么是烧灭 就是被烧光 这是第二次的死 彻底的烧灭 灰烬之上是被洁净了的地球 上帝造了新天 就是有了新的大气层 又有新地 又工艺居在其中 你我将有幸亲眼 见证上帝的创造 正如他第一次在六天中创造时 众天使在一旁割刹 我们也坐在一边观看他 再造崭新的地球 我们要奔跑和成长 我们要建造 栽种葡萄园 吃其中的果子 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亲手创造生活 亚当和夏娃也是亲手劳作 圣经描述了天国的荣耀 以及无限美好 幸福的场景 以赛亚书十一章六节 豺狼必与绵羊羊羔同居 豹子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与牛犊 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要牵引他们 什么都用不着 担惊害怕 孩子出门家长总问 你要去哪儿 什么时候回来 别和陌生人说话 总是各种不放心 特别是把车钥匙给他使 那时风险更大 算了 还是别说了 反正 天国毫无恐惧 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 在我圣山的便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叶子不会枯干 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 这是下一个要点 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 谈到黄金之城 在城内街道当中 和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个月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哪位一致万民 每个月 我们都能摘到不同的果子 经上说 每逢月朔安息日 我们都到上帝面前 敬拜他 我们可以去不同的星球 拜访探索 会不会有期限限制 用比光速还要快一千倍的速度 遨游 谁会觉得探索上帝的宇宙无聊 多么美好的旅程 没有任何担心 奔跑却不疲倦 行走却不疲乏 我们得了荣耀的身体 视野无比开阔 就像 赢的视野比现在强千倍 我们的体力用之不竭 不知道会是怎样的翅膀 也许能看见 也许只是光线 但肯定能飞 他们必从耶和华 从心得力 如鹰展翅上腾 对吗 圣经中有数不清美好的应许 那是上帝的应许 天上的住处 前面谈过了 我要读一篇奇妙真相的小报道 全世界最昂贵的豪宅 按福布斯杂志公布 在印度孟买正在施工建造中的一栋 二十七层的摩天大楼 建成后将成为面积最大 也是最昂贵的住宅 穆凯什 阿姆巴尼 福布斯排行榜净资产为四百三十亿美元 著名世界级亿万富豪 正在建造令人瞠目结舌的豪华住所 完工建筑约一百六十七米高 总面积三万七千多平米 这么大怎么打扫啊 凯伦 还只是室内面积 有时我俩为了消遣去看房子 他说这个太大打扫不过来 阿姆巴尼的家 大厦叫安提拉 安提拉里面 据成不会有任何两层空间的布局或材料完全雷同 地下六层式停车场 共有一百八十六个车位 可供家庭成员或客人们把车直接开进大楼 大厦预备 需要六百名全职的仆人和维修工人提供服务 如果交通阻塞的时候 还可以直接开直升机停到屋顶 从大厅中有九步电梯 可到达安提拉位于二十层以上的宫殿般的卧室 阿姆巴尼计划偶尔利用该大厦作为公司庆典会之用 因此其中一层设有专门的宴会厅 百分之八十的屋顶安装了枝形水晶灯 一个巨型吊灯 银制的楼梯 另外有除久的储藏室电影院 另外有一层营造出冰屋的感觉 主人和宾客可以在那里避暑 从一个小房间 人造雪花飘舞如清凉的博物 更多舒适的季节 全家人可以享受四层楼高的露天花园和游泳池 四处是绿树青草以及各种水灾植物 最高的四层是供家人们居住的 极尽奢华的卧室 还有好多的介绍 真够厉害的 在楼上可以看到阿拉伯海和孟买城全景 建造共花费二十亿美元 一栋豪宅 他根本无法和我们的天家相比 能想象吗 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没有任何地上的豪宅能相提并论 我们不仅有城市之家 还有乡村之家 我们会和耶稣一起设计建造 纯天然环保 这都是真实的 绝不是渺茫的空想 而是事实 完全的事实 上帝已经预备好了 其实圣经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在 最后几章就是今天所学的 他和圣经开篇的几章刚好相反 圣经前几章上帝 创造了完美的世界 美好的婚姻 蛇的欺骗 最侵入世界 人与上帝隔绝 无法再吃生命树的果子 有了死亡 整本圣经最后的几章 也有婚礼的圣宴 罪和罪人被彻底的消灭 蛇被火壶吞没 生命得以恢复 人又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 和生命核的水 我们没时间再详细描述 最美好的特权是什么 想象一下宇宙何等无银 无穷无尽 创造万有的那一位 将把全宇宙的都城 迁移到新耶路撒冷 上帝说他要亲自与我们同住 最曾把人和上帝分隔 但主不仅要拯救我们天国 本是他创世已先的居所 上帝在天上的居所 有些基督徒天文学家 相信是在猎户座 主竟要把都城从天上搬到地球 我们将要与上帝同住 管理地球 共享永生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什么 新的地球 基督会与我们同在 他会引领我们前行 人尚未求主以应允 为什么他就在我们身边 何等的特权 上帝在天上拥有无限的时空 和无穷受造的生命 所有的天使 但他说 我曾成为人 我永远是人之家中的成员 我曾为人而死 也要和人类朋友 永远生活在一起 我要给他们一切 完全的喜乐和赐福 在他的右手中 有永远的福乐 他都会赐给我们 整卷圣经都是 引人重归伊甸园 今天这刻是结尾 圣经的结尾 是上帝赐下的伟大应许 和尊尊劝诫 也是在鼓励我们 当仰望即将再临的救主耶稣 启示录二十二章七节 看呐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当然也警告人 绝不可更改圣经 圣经的最后一节经文 再次冠以耶稣之名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我们说什么 耶稣赞美上帝 亲爱的天父 主啊 我们如此感恩 完成了启示录最后一节 我们看到这实在是福音的信息 你在呼召我们将目光 紧紧地仰望追随你 你正在张开双臂 呼唤我们 所有愿意的人 所有口渴的人 都可以到你这里来 白白地去生命的水 凡口渴的都可以来 一连三次 你说来吧 来吧 来吧 主啊 我们正在向你走来 我们愿意献上生命 献上我们的心 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想成为你的儿女 请救我们脱离罪恶 主啊 请赐给我们 你应许的新的心 帮助我们 度得你喜悦 并使你得荣耀的人生 也祈求你 帮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 请赐福每一位 听到讲座的听众 不管他们各自 有怎样的重担或需求 也帮我们时刻谨记 人生的试炼 都只是暂时的 更当渴慕即将到来的永生 愿我们都能从永恒的视角 来规划和塑造我们的人生 请赐福这里的每一位 此时此地 以你的灵和你的福慧 充满我们 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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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